时定和平国小为了要庆祝儿童节的到来 安排了三峡定点陀螺达人曾国华 还有魔术师罗明威来到学校表演 小朋友除了可以体验古早打陀螺的玩法 有趣的魔术互动更是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而这一次最特别的就是还邀请了峡内的长辈们一起来同乐 和小朋友提前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儿童节 拿起的陀螺听着三峡陀螺达人曾国华老师的指导 小朋友首次体验了这古早味打陀螺的玩法 为了庆祝一年一度的儿童节到来 时定和平国小规划了一系列的活动 校长江梦又表示活动的内容包括了有定点陀螺表演 魔术互动以及上下课大翻转等等 并且特别邀请了峡内长辈一起来同乐 老人家总是有环普归珍的环老环董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特别请一些时定地区的老人家来一起跟小朋友同乐 那刚刚也是老人家也回味一下那小时候打陀螺的那种情景 非常古早的小孩时代的活动很好 已经这时候要去大年了 所以这种活动很好 不止小朋友有机会体验打陀螺 阿公阿嬤也受邀来回味一下小时候的童弯 大家都说太好玩了 还有小朋友说因为非常期待儿童节活动的这一天到来 前一天兴奋的睡不着觉 昨天晚上就是因为很期待 所以有点晚睡觉 睡不着很兴奋这样 对 那看到今天就是安排了这个打陀螺的活动 阿你体验了之后 体验之后觉得 陀螺需要记住了 好不好玩 好玩 就是上课变下课下课变上课吧 所以这是你最喜欢的 嗯 那刚刚打陀螺的感觉怎么样 呃就是很紧张 然后线有时候会绕错 那你觉得好玩吗 好玩 很开心 因为今天就是可以看到陀螺的表演 跟魔术 那今天活动你最喜欢哪一个 呃打陀螺的那一个 就可以领到儿童节礼物 然后就是每年都有各式各样的活动 你最喜欢哪一个 嗯 陀螺 因为可以打到陀螺 那刚刚自己体验打陀螺的感觉 很开心 除了打陀螺 魔术师罗明威带来的演出 更让小朋友频频掌声加尖叫 像是这招把碎纸变成了味噌拉面 看得小朋友和阿公阿嬷直呼不可思议 而有趣的互动还不时的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教室里充满了欢笑声 在这个小朋友每年都期待的节日里 今年一样留下了欢乐美好的回忆 也让阿公阿嬷一起烦恼还童 欢度了一个快乐的儿童节 记者杨邦佑 赵芳琪 时定采访报道 再见 再见 再见